剛剛葉斗也有講 他講 他說今年你有很大的表現 沒有什麼理由不如十二強 你自己覺得咧 自己覺得 就是把 今年的賽季到 然後 那個沒有想那麼多 那個也是目標之一 剛好有個機會 剛好 但是好像 有一些球沒有受傷 所以 因為今年的表現比較平穩的原因在那邊 平穩 可是我其實上半期沒有那麼好 就是沒有 像之前那麼一定 那樣 就是到下半期 就是剛好 找到一些 動作上的一些感覺 然後再加上 讓特爾茲來 就是 幫助我們在球場上 就是 在攻擊上會更有事情 都去做攻擊 今天比較滿意跟不滿意的地方 比較滿意跟不滿意的地方 比較滿意喔 滿意就是打擊破三層 然後不滿意的 手臂好像手臂上似乎多了一點 好像手臂上似乎多了一點 好像手臂上似乎多了一點 對 還好像是 我不知道幾次我感覺我必須多了 手臂率很好 可以去點 就是 覺得這樣吧 不滿意 可能還有 長打嘛 長打 比較少一點 最近顧小孩沒有顧到很累 其實滿想說在那個過程 累是還好 因為 小朋友沒有跟我們 就是同床 可能就會送回去 那個約職中心的地方 所以還沒有 到那種 顧小孩很累 就是 在這中間還是很難 就是很好玩 感覺這個過程很好 還沒有感受到累 可能 約職中心出來之後 就是可能 半夜 好像聽說半夜會起來 會非常想去睡不飽 到時候應該就會知道